嗨,我叫Mary。 今天我将在Book Kids Avatar Creator中创建自己的虚拟形象。 今天的虚拟形象以万圣节为主题。 我们开始吧。 点击这里的Create Avatar。 好的。 我们继续操作。 首先是脸部,然后是头发。 我要选比平时深一些的颜色。 就选蓝色吧。 看看这个。 我不打算添加腮红,毕竟主题是万圣节,腮红有些不合时宜。 然后是眼睛。 Book Kids提供了许多眼睛样式。 你可以给虚拟形象选择合适的样式。 我喜欢这个,惊悚风格。 再选一下眉毛。 太棒了。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Book Kids有面部追踪功能。 虚拟形象会再现出我的面部表情。 看看这个。 很奇妙吧? 好的,我们继续。 我们添加一副眼镜。 哪种好呢? 我喜欢这一副。 接下来是鼻子。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很合适。 再设置嘴巴。 还有兜帽。 这是蝙蝠的造型。 我喜欢。 再选一套跟兜帽搭配的服装。 看起来不错。 接下来,添加配饰。 我要加一顶帽子。 选哪个好呢? 我喜欢这个帽子。 是小蜘蛛的造型。 我不打算添加个性配饰了。 这个虚拟形象很酷。 也符合万圣节的阴森风格。 那么,最后一件事就是给虚拟形象命名。 我叫Mary。 所以就用Mary这个名字。 好了。 这就是最终的虚拟形象。 我喜欢它的暗黑风格。 很有惊悚格调。 BubKids Avatar Creator可用来创建虚拟形象。 你可以在iOS和Android设备上安装BubKids。 感谢观看。 再见。